好 接下來我們把內部網路 這個內部虛擬交換器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轉指 轉指我們會用一個功能來練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轉指 轉指的功能在什麼地方 那各位一樣開啟我們的 我透過原始的位置 在我們的伺服器管理員 本機我們的這一個網路 網路卡這邊 那各位呢 我們把它用詳細資料 我們的這張網卡 這張網卡 是不是我們剛剛對不對 新增的內部網卡 這張網卡是不是共用給它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共用按右鍵 在我們的實體或虛擬可以對外的那張網卡 我們做了一個共用 這個共用按右鍵選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邊 針對這個共用底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呢 就是呢 我們這一邊的轉指 轉指呢 我們來看看 點一下這個設定 好 好 這個設定呢 你看它有幾個服務 有沒有看到 這些服務 服務有1234 這幾個 012345678 這個呢 我還是一樣在這裡 再聲明一次 希望微軟看到的時候呢 希望微軟看到的時候呢 它在2012的時候呢 這一個 有寫中文字的說明 以後的版本呢 它就沒有再翻譯中文字了 它變成這個數字 代號 所以 請微軟看到的時候 你要記得改一下 那這個呢 你要看到的功能 服務是什麼服務 你看一下這個編輯 好 你看到這裡呢 視窗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21 21 這是哪裡的功能 是FTV的 對不對 好 1701是什麼呢 是23 Telnet 好 1702是什麼 25 我們的Mail的 好 這個也是一樣Mail用的 1706 對不對 我們一個一個看 好 那其中呢 我們要讓各位來看一個 好像1708 1708 當然前面還有一個Web 它內建常用的 像 是不是 就是 143 1706 1706 1706是一個網站 80 好 這個的功能是什麼 你看我打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功能 對不對 3389 在我們的Po裡面 它的功能是給遠端桌面 像我各位 我是不是遠端桌面到各位的電腦 那 我其實連的是 3389 但是我們都沒有 沒有輸入3389 因為那個軟體就 內地叫3389 所以你就不用輸入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位置呢 我們希望各位來 共用這個 1708 共用它 但是呢 在共用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一點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一些說明 在這裡 好 從這個地方來看 各位來看一下 這兩台實體機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這台IP是70 也就是說 他們兩台的 外面的網段的IP 是不是叫70的100 70的101 是不是這樣子 好啦 當我有一個使用者 我現在要連線 對不對 當我 今天呢 我現在呢 在這裡有一台電腦 對不對 我是不是也要是70 點 1 0 2 這樣子 好 這台電腦呢 是不是當 訊號傳 是不是傳到 70的100 外面這實體機 是不是看得到 它到這邊之後呢 基本上 如果這一台的 遠端周邊 是不是3389 我要從這一台去 連到這裡的時候 要連到 70的100 其實連到它的遠端周邊 是不是連到實體機的 遠端周邊 這一台實體機 如果有開放3389 對不對 那是不是 我直接遠端周邊 是不是連到這一台 70連100的3389 這樣有沒有錯 沒有錯嘛 對不對 那 我如果說呢 要讓它連到裡面的 137.241 那當我 但是呢 我這一台電腦能不能看得懂 137.241是誰 因為它只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是共用過來嘛 從這裡就擋住了它的路了 知道吧 所以說呢 從這裡可以看 這個地方 就很像它的防火牆 這一台的防火牆 擋到這邊了 它到這裡的時候 就進不去了 這裡有一個遠端周邊 所以就看不到它了 它 你打這裡連的時候 像我現在呢 你看我從我這邊來連 來 我從我這邊來連 好 我舉例呢 MSTSC 遠端周邊這個 我去連 70點 117 對不對 我現在連到的呢 是不是 連到了7.117的這台私底機 3389 對不對 後面有沒有打3389 沒打 它是直接連到這個私底機外面 因為這一台是不是有開放 對你有開放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先想用這個 101好了對不對 101 是不是會直接連到101的這個桌面 有沒有辦法連到這個VM1 沒辦法嘛對不對 好 你如果要讓它能夠連到它 是不是這個中間的一個地方 要開放說 當你連到我101的時候呢 我要讓你轉指到 這裡轉到 137.245 這打錯了 254才對 245 這沒錯 當我連到101的時候呢 我要讓它轉指到 137.245 是不是就可以說 當我連到101 對不對 我是連到這裡的時候呢 請你這個位子幫我轉指到 137.245 這段話是不是就OK了 好 這段話呢 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出來了 我這裡打3389 我打到101的時候呢 是不是一樣會連到 這台私底機 對不對 就不會呢 一樣是不會連到 137.245 懂事嗎 除非這個私底機 把遠端桌面關掉 這樣了解吧 好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動作啊 如果說今天呢 我連到101的 對不對 好的 3900 的時候 這個3900的是 這裡有一個paw 當我連到這101的3900 paw的時候呢 它幫我轉到 137.245的 3389paw 這樣這句話可不可以 連到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paw 那這個paw呢 原來3389嘛 對不對 是不是本機再用了 那我呢 開了一個叫 339 3900沒有用過的paw 給這個地方 當連到3900的時候呢 請你幫我轉指到 137.245的3389paw 這樣就OK了 這句話 來 來 我們來看看這句話怎麼處理 我們先暫停喔 我們呢 把剛剛那一段話呢 我們修改一下改成800 就是說 當我用遠端桌面的軟體 連到19.168.710.101的時候呢 它的paw 我設了810 幫我轉指到19.168.137.245的 遠端桌面的3389paw 先要同意嘛 先要開放嘛 人家才能夠連進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先來做一個 要先開放 開放19.168.245的 遠端桌面 這個第一個動作 所以呢我們現在找一台 當然我不一定是用這個245啦 我們現在用的是 我們如果實際的這一台 我這一台是1202 對不對 我是不是242 對不對 那我用242 好不好 22 好 好這台242 那幫我連到這一台 所以這一個呢 這個遠端桌面要先啟用起來 先啟用 允許 是不是啟用了 對不對 確定 好 我們把這一個呢啟用起來 好第一個動作做好了 再來就要去設定上面的 就要去設定 設定呢 當我連到前面的這兩段話 就要把它設定過來 移到這裡來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設定 就在我們的 剛剛的這個位置 這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1708 但1708呢它是內建值 都是3389 連到3389 可不可以改 不讓你改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要 不打勾 你要自己再新增一個新的 知道吧 所以呢我們的服務呢 可以做一個描述 就是 242 的 電腦 的 遠端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 你的網路上服務所在的IP位置是多少呢 是不是 192.168.137.242 當我這個服務呢 外部的連接鋪 號碼是 810 會連到裡面的 22 裡面的 3389 來 我這一台 3389 這一台是不是3389 這一台我沒有教你們去改它的Port 對不對 它內建是不是就3389 我這個打開就是3389 這樣知道吧 所以呢當有人管連到這一台就是3389 因為我沒有改 但是呢當我連到這個外面門口的時候 門口的時候是101這個時候對不對 它打800 就是這個設定800 知道吧 它轉到242 就是這一台電台242 的3389 它走的是TCP TCP跟UDP的差別就是TCP是屬於完整的安全連線 我一定要資料正確 那UDP呢 是什麼 TCP呢 像我們的圖片 你在下載圖片的時候呢 要走什麼協定 TCP 因為呢每一個檔案都要抓到 要能夠看到正常的 它才能夠顯示圖片內容 就是走TCP 那UDP呢是什麼 我丟過去 要給人家問的時候呢 可速度比較快 但是它今天如果沒有收到 我第二次很快再發一次 像我們在詢問網址的時候 就是走UDP 這個你後面的時候呢 你們也會學習到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設定 設定完了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是不是打夠了 對不對 好我按一下確定 確定 好這樣就設定完成 那這時候呢 是不是要有一個同學 要連到我的電腦來 會把我這個桌面給拿走了 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連 不行 因為我自己連自己不行 所以呢 來 有誰同學願意幫我連一下 連到哪邊 用這一個來連 連到老師是100 100 800 帳號800 對啊不然大家都在搶 看誰比較快幫我連一下看看 帳號 密碼一樣 看連不連要這樣 這裡要打800啊 你如果沒有打800 是連我外面這一台啊 如果誰連到外面這台 就表示錯的喔 你要連到是裡面這一台 對不對所以要打800 好這一台呢 啟用了 3389 還有呢 我檢查一下 他破有沒有開 好啦有沒有人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來電腦是被 遠端桌面拿走了 來 誰連的不要不要自首 在我的桌面建一個資料夾 打個123456789 建個資料夾 這樣呢 建好了 建好了齁 好了沒 不講話對不對 超聰明 講了就 就表示你 我知道是誰連 好其他同學不要連喔 你看看齁 沒有見啦 太慢了齁 要在桌面知道吧 再連一次 再給同學一次機會 對 這裡按連線 從這裡就有了 這裡 都是老師在連你們的齁 對啊 來 連好的同學 幫我建個資料夾 對啊 再給你5秒鐘 來 我來登錄一下 看看呢 同學有沒有幫我 我現在可以把 管理權拉回來 有沒有 那麼多人建 對不對 是不是建了資料夾 所以是不是有人連進來了 他並沒有連到我外面這台機器 對不對 他連到的是我800 就透過那個地方叫轉子 這樣懂意思吧 好同學這個地方呢 跟其他同學練習一下 如果連到外面就是錯的 要連到裡面這一台 你們來 互相同學 左右同學可以互相研究一下 好 那這個轉子部分 另外我再講 如果這一台是不是 建了一個web server 是不是人家可以連到這一台來 對不對 意思是一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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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